卫山拍卖举办2023春季拍卖会 核心主题以符号成语符号等于无限可能展开 见证包括Mr.Doodle 小权物 山本 玛有香等年轻创作者的新世代潮流美学符号 这个策展主题也刚好相应了 其实现在目前的这些新世代潮流的艺术品 其实它也有很多在画面上或是在创作理念上 是有很多符号的意义的 而且这个符号的意义也呈现了当下的新世代的一些创作者的想法 这一次的拍品也是针对了这些年轻的收藏家 他们所能够追求而能够推荐做收藏的 那么这些收藏品当然包括了Mr.Doodle 2019年的一个创作 以及在我身后的山本玛有香的一些创作 山本玛有香它有日本的奈良美智的一个接班人的一个封号 它的作品呢在目前拍卖会上的价格是相当的稳定的 在柜场中更捕捉到同为风度影业执行长的艺人彭小刀 与大家分享他与收藏作品之间的共鸣 开创实现梦想的契机 其实是到了一个阶段 其实你是很值得去收藏一些 你自己喜欢有共鸣的艺术品 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艺术品 好像过去这十几二十年价格一直往上 然后所以我朋友就帮我选了一些东西推荐给我 这两件呢是Daniel Arshan的作品 然后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 它的创作我认为我觉得跟我的人生经历有点像 就是你看它就是它是强壮的 但它还是受了很多伤 但它每一次的受伤 每一次的经历 人生经历 就是一个宝藏在里面 就是让你更坚强 虽然它样子很可爱 但我自己是很感动的 所以我就去收藏这两件 那这一次就跟朋友分享 希望能够拍出好价钱 然后我可以再另外收更好的 卫山拍卖将持续为收藏家提供全方位服务 带动台湾与国际艺术市场接轨 推动多元艺术发展 让大家在后疫情时代持续看见 年轻创作者的无限能量 记者连慧柯志祥采访发到